这个爸爸和儿子有多相像 基因决定的有多少 还挺难的 这个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哲学问题 是先有爸爸还是先有儿子 所以说孩子是什么 先有爸爸还是先有儿子 我们一般说先有大嘛 这个问题讨论很多 先有爸爸还是先有儿子 过去我记得那个禅宗有一个公案 就让你经常参一参 说这个父母未生前本来面目 您这个有点打击风的意思 其实是一个脑筋击转弯的问题 儿子没出来之前 那个人不是爸爸 这是逻辑 但他讲的这个问题 不一定击转弯 可以很严肃 就是说父亲跟儿子 或者是爷爷再到下面孙子 他们中间的这个 有怎么样程度的一种相似性 我一般说 中国遗传 对 我一般来讲 一个社会属性的人呢 遗传什么 不是只是腹筋母血 腹筋母血 那只是其中的一个 我们叫血脉 我们今天咱几个聊半天 讲的是中国话 这是文脉 还有一个是菌脉 你的微生物也在遗传 也在传递 尤其是奶妈 就哺乳 乳母 对 乳母 基本上把基因 大量的细菌的 这部分的基因 也都传给你了 连的菌菌 一起给你了 就是说 有人说这个 它会长得有点像 它的乳母 是 有一个遗传学上 很重要的概念 叫表观遗传学 这是什么意思 就是说 我的基因 没有变 但是这些基因 表达的位置变了 我们假定啊 就说这个 比如说 说 床前明月光 这个咱们一听 这是李白的建业思 这一层 大家没变 但是你怎么读 你是读 床前明月光 还是床 前明月光 它的表达变了 那这个时候 你曾经做的状态 就不一样了 所以 这样的遗传呢 也是我们今天 对遗传这两个字的定义 既有血脉 既有文脉 既有菌脉之上 又多了一层 表观遗传的内容 它使得 我们人类天然 继承了很多 以前没有的记忆 你说的这个 引起我很多联想 就是过去啊 咱们这个文科生吧 也可以说 有些哲学家吧 其实提出来一个问题啊 就是文化 遗不遗传 就是文化 会不会写在 一代人的遗传基因里 文化基因 就是我们从最简单的生物 去理解啊 你比如说 我经常举的 就两个例子吧 第一个 大家都懂 这个老鼠见了猫 没见过猫 看见也怕 不管大小 对于恐惧的基因 这个恐惧的基因 是通过遗传方式 记下去了 还有更直接的证据 就是有一种 很小很小的一种 蠕虫 我们叫腺虫 这个腺虫呢 知道吃哪些 吃哪些细菌 会让自己中毒而死 然后它就会通过遗传 高次下代 以后看见这个细菌 不要吃了 通过MRA 就类似于我们这个 MRI疫苗的 MIR的方式 在代代往下遗传 所以 这个东西 如果上升到了文化 什么样讲 它应该会有遗传的 要素在 不能说它完全不能遗传 它会不会不是 就是真正叫文化的 这个基因的遗传 而是说 行为 认知的 对吧 观念的这种 先天和后天 其实都有 既有先天的一定 我们说人肯定是有天赋的 这我承认 但我说的是 基因是测不出天赋的 这两个是不矛盾 再加上后天的习德 不是 后天的东西 大家容易理解 对 关键就是先天的东西 占多少成分 起多少作用 龙生龙 什么 凤生凤 老鼠的孩子会打洞 那这个有没有道理呢 这个 我们从社会性来讲 你从小好吃懒做 家里环境优越 那你这个 你传下来的 那你爸爸那种 也是你爷爷那里 传下来的 你地主嘛 你黄世仁的儿子嘛 等等等等 那么 但这些是后天的 多少是 所谓浸透在血液里 多少是 你从生理学上 可以解释的 这种遗传 我们先从生物学上 往上述吧 因为 我们所有的线粒体 就是细胞里面的发动机 叫线粒体 叫线粒体 线粒体 精子里面 几乎没有线粒体 线粒体都主要来自于卵子 男的没啥用 男的给了一串物质 所以就是说 线粒体基本上都是妈来的 我往上诉的时候 所有人应该都诉到一个妈 就是夏娃的 就是线粒体夏娃 大约就是 二十八年前吧 我们智人刚开始出来的时候 我们找不着爸 外脸色体一定 只能来自于爹 所以往上诉 也能找到一个 外脸色体亚当 大约也是二十八年前 但这俩不是一对 这是我们目前遗传学的证据 都在非洲 这是我们今天所谓的 出非洲说的主要利润 至少我们今天人 向上诉到那去 对对对 我有一次看一个纪录片 就是还看到 就是说 说你看 追溯到多少万年前 那就是亚当 我一看 还要复原出一个图 说可能长这样 这基本上有点像泰森 那是咱们的祖爹 是吧 祖爹 这是它是基因 从这个线粒体的角度 从线粒体和外载 自己向上诉 就能诉成这个样子 当然今天是单中性取缘 还是多中性取缘 是非洲说 还是东亚说 大家还是有争论的 学祖界也没统一 但这个过程中呢 换言之 也就是徐老师 我们往上诉 中华民族的 特别是男性 非常简单 大概在五六千年前 有三个外载色体 急速扩张 我们如果往上古的 这些神话吧 或者说就是古典上去对 皇帝 炎帝 炊游 看得很清楚 那三脉 史料是不全的嘛 我们也搞不清楚 杀 就那个外载色体在扩张 在急剧扩张 就是等于说 他们那个时候后代很多 今天另外一个 支撑的数据呢 是在欧洲 至少有大概7%的男性 是成吉思汗 就黄金家族这一脉 这个更好理解 是蒙古西征的时候 就逐渐的 大家其实是男的杀了 女的给你传宗接代 然后慢慢的混混混 就混成今天这个状况 往上诉 都能诉到一个黄金家族上去 好像说是成吉思汗孩子最多 集他的后代 集他的后代 不能都是他省的 他的外载色体 传给了这些 他的孙儿最多 拖雷啊 拖雷啊 序列物啊 这些 郭靖 郭靖倒跟他好像关系不大 郭靖咱得去找郭孝天 那是另外一半 所以就是说 从血面上诉呢 我们马上诉一诉啊 咱俩 500年前一曲不是一家 5000年前大概率是一家 没多远 所以我们应该相亲相爱啊 对吧 就是这个文化会不会写在 因为咱们不知道 它是怎么写的 是 就是说一个基因这么 你说遗传变异 遗传变异 但是我想象的 要像电脑那个写入的话 当然我过去看贤书啊 听过一个说法 就是说啊 一个人的身体内 藏着人类所有的经验和记忆 我不知道这个在物质载体的层面上讲 能不能说 比如说我这一辈子的经验 对 也以某种形式会记载在往下传的DNA里吗 我给你举极端的例子比较好讲 就是在医学上 我们知道我们有一句开玩笑的话 还是骂咱们男人的 真正对人类 对人类健康有影响的 是那些仍有生育能力的老男人 就是你了 徐老师 我没说啊 我没说 什么意思呢 就是把你那个话 现在说你戳过的烟 喝过的酒 打过的仗 干过的任何的这些事 都记录在你的精子里 生活经验 精子里 是正了八经的 会在你精子做解除分裂的时候 以表观遗传学的方式产生假句话 更多的是累积了有害的突变 平均35岁以上的时候 每一年会多两个突变 这是目前可以测得出来的 对人类有坏影响的 我刚才没听到那个坏字 我突然想 哎呦 责任怎么总当 我这个地球有很多精子库 你知道这个全世界 在欧洲吧 最著名的其中的一个精子库 是哪个国家 这个国家男性身高是最高的 荷兰 对 1米87的平均身高 所以荷兰精子库 是大家都想要 因为很多 即使是不结婚 我也想要个孩子 就有这么一个 各方面都很优秀 高智商 高学历 又很帅 大家看着都很好 然而他捐出的精子 90%都是自闭症 生疏的后代都是自闭症 后来发现他就是自闭症 通过精子 把自闭症的基因带进去了 我认诚考虑过 我那时候 UCL读书的时候 他们拿了一个表 大学生 240 每个月 美金 我那个时候读的硕士 400多 就是捐一次精 对 不是捐一次精 一个月得去4次 捐4次精 硕士 刚才讲 400多 博士是800 当时400美金 对我很大的意思 我们几个人认真的考虑的 唯一阻止我们的 就是有人说 以后你跑到超市 对面走过来一个徐子东 你怎么办 想想 哎呀 算了吧 现在后悔呀 那那个女的呢 那卵子有这样的 卵子是配给制 卵子从您生出来那一天 就没影响 就这几万个卵子 精子是一个竞争制 我们男性的精子质量 是在下降了 这个我们要成立 就是越早发挥的 越好 孩子还是要早生 他的一个逻辑是这样子 就是在于 我们男子经验的 精子数 活的精子数 是从将近一个亿 现在降到 大概就两千万左右 哎 竞争对手少了 而且这里面 精子是要分级的 精子啊 这个东西 大家能理解的 就是磕蚪对吧 对 这是个头 后面戴个尾巴 对 那个尾巴怎么游呢 是个螺旋桨一样 转着走 哦 是跟那潜水艇一样 精子唯一的泄力体 就是在它尾部 头部就是遗传物质 所以精子也很厉害 几乎携带不了病毒 太小了 病毒进不去 空间不够 就是这样子 精卵遇到一起的时候呢 这个 首先啊 一个精子 碰到卵子上了 我们简单理解啊 它只是 给了一个信号 告诉我要进去了 然后这个精子 它是 没用的 咽着了 紧跟着那个 卵子开着洞 碰进去了 这就是先驱 我有时候就常拿这个例子 去比喻创业 跑得特别快的 那个未必是好事 你只是创了一下 帮助第二个 打开了一个一扇门 前浪铺在沙台上 对 但它是随机的 因为那个卵子中有好多精子了 它好像在哪个位置开动 你是不知道的 您看上一集啊 这个尹老师讲到一个 就是徐老师 你肯定知道 那个时候就是 严富翻译天眼论 对 然后后来我知道呢 其实严富的这个翻译啊 它是按照自己的意思啊 也改变了一部分这个赫徐黎的意思 对 赫徐黎说呢 就说这个这个逝者生存嘛 赫徐黎的意思就是说呢 动物界都是自私的基因嘛 都是自私的 但是呢 因为是人类 反而我们可能有 集体的利他的 真利他 真利他行为 但是呢 你知道这个严富他们当年啊 就有感于咱们那个 生死危亡之际啊 这个晚清的时候 对 所以他们为了促进这个思想变革 他把这个思想就说成是 逝者生存 逝者生存 就是说你要不强 你就会被灭亡 就变成了 我们后来比较担心的 社会达文主义 就是允许大家去筛选 人口质量 所以习特勒后来用到极致的 是通过高尔顿的这些优胜论 其实那一脉 到现在就一百多年的时间 但您讲的 这个是一个很危险的一个信号 就其实每一个人类 活下来都是有意义的 也就是说 今天你怎么定义智能 我们现在城市里 我们可以活 乱到草原上 那可能今天非洲人 那些原始民族 他更比我们适应那个环境 看你怎么定义 所以就是说 从你们的研究来看 理论上讲 大学教授的这个遗传 他的儿子 不见得就是最高 就是大学教授 我们自己讲 富不过三代 985也不过三代 我问过好多人 复旦北大清华 连续三代的 几乎就没有 换言之 从我爹是看不到我的 你看他已经像赫旭黎 就已经讲到了 这个自私基因 利他基因 对 就是有利他基因 还蛮难的 我其实很难定义 什么叫利他基因 但是人类从人性上讲 是真的有一 就是我们是第一种诞生的 真利他主义的 就是其他的物种 几乎不会为别人而死 顶多是为了自己的亲戚而死 但是你真利他主义不是基因啊 是后来的一种道德训练 问题就在这 就是道德训练 会不会影响基因 甚至于我们再往前问一步 就是过去我们认为 比如说一个孩子 他的这个性格 或者他这个脾气 甚至于说他这个待人处世的 这些东西 是从小跟那模仿爸爸妈妈 怎么受家庭影响 对吧 但是呢 我跟您瞎摆会 我您听就是文科生啊 比如说你像咱们这个王阳明 讲这个心血 一直到他可以追溯到孟子 王阳明这个心血 他讲的啊 就是说人心里有一种东西 叫良知 这个良知啊 叫不学而能 孟子讲的意思 就是说人天生就知道什么害羞 或者说人天生就有侧隐之心 比如说看见一个小孩 这个这个掉井里了 你你你天生就有侧隐之心 那么他认为这个侧隐之心 王阳明认为啊 这个侧隐之心是天生的 我就瞎这么联系 如果他这个心血说法能成立的话 那么某种侧隐之心 跟基因有关系吗 31亿了 现在 31亿了 人类是怎么会有侧隐之心的 我们现在能看到的一个 有一本书叫 人性中的善良天使 就是暴力为什么会减少 对对对 其实很大程度上讲 就是因为进步了 就是因为我们科技提升了 大家不需要再整个你死我活了 自然界其实是一个修罗场 没有什么生机傲然的自然 我们看到的生机傲然自然 是人类自己给它人性化了 其实物性化的一个自然 那东西就是个修罗场 两个物种遇到一起 绝大部分就是吃啊杀啊 大家一起能延续后代啊 选择很少 选择很少 我们能看到的 基本上每个物种 都在强烈的选择和被选择当中 这是实际的自然 按照刘思新的话讲 就是个黑暗森林 它是个丛林法则 那么人类来讲的话 比如说基因是不是能决定性格 确实 有一些基因是极端的 更容易造狂 换言之 这一部分人呢 也可能更容易 比如说在战装年代 他可能经常能 获得特别高的战功 试杀诚信 特别勇猛 其实这两个词是一个意思 看是从你这方 还是从敌那方来说这个意思 对对对 但是在逐渐逐渐 我们对这种战争的代价 越来越难以承受的时候 比如说核战争 大家都不可承受 那这个过程中呢 大家就更加趋近于 以文明的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 所以整个来讲 人类在性格的 应该来讲 与人为善的这部分要素 是越来越多的 我觉得今天我们能够解释的 或者大家容易接受的 还是在于 苍栗十二之礼节 一个社会大国境造成的 但是从我们基因的角度来讲 我们也会间接地去筛选掉 这些暴力的这些要素 因为它可能会被更多的 能减掉 我讲的是自然选择 你选一选 它可能就不占优势了 您可以理解 今天如果咱们天天打仗 那么一个特别试杀成性的人 会有最多的后代 如果今天不打仗了 它没有那么多机会 有更多的后代 那么试杀成性的这个基因 我说的比较极端 就在这个基因谱中 逐渐被晒掉了 这叫基因飘变 可以在非常短的时间内就发生 我可以举一个特别简单的例子 就是说美国的这个羽燕 一种燕子 在高速公速路的桥下筑巢 那么原先的羽燕 一开始飞的时候 一定是先往下落 然后再飞起来 第一次 车太多了 所以羽燕掉下来就被撞死了 就因为这么一个简单的事情 短短几十年 所有的北美的这个羽燕 它的翅膀全变短了 因为那些更长翅膀的飞不起来 短翅膀的 就可以在车窗的时候 它飞起来 这是被筛选出来的 你可以说这是车带来的问题 但是在基因上 的确长翅膀的羽燕就被筛掉了 我能讲一个例子 1924年3月8号 1924年 38妇女节 何江宁提出废除一幅多极致 结束了一个腐朽的 给女性更多的选择权 使得每一个男性 都有机会有一个老婆了 就是你的基因 比如说基因特别好 假如说还在民国 你可以娶二十个三十个老婆 其实你是用钱 去买断了这些女性的机会成本 为你生孩子 那就意味着多了二三十个光棍 所以一夫一妻制 这个事情本身来讲 是让基因 尽可能的保持着它的多样性 每一个人的基因都有机会传递 所以这样的事情 你不能简单的 我以为是保障 有钱的男的不能多娶老婆 香港是到了六七十年代 废除的很晚 澳门你看 我的学生当中有很多 讲自己的家里 就是一个爸 三个妈 二个妈 都有 在一起生活的 就是这样 我以为这个是 一夫一妻制应该是保障女的吧 照理说就是保障 整个性别斗争当中的弱势者 应该这么理解 这是对的 分配嘛 从这个哈马拉米法典开始 就提倡一夫一妻制 但是到了 因为中国实在是把农购文化 用到极致了 所以我们是存到了最晚最晚 我们理论上也叫一夫一妻制 然后是一夫一妻多妾 是用这么一个角度 因为理论上一直是 你太太只有一个的 就是妻子什么皇后 什么宫斗剧里边都是一个的 其他的就是 就是 只是男女不平等 女的没办法这样 除了武则天 所以你看 这就意味着什么呢 比如说在动物界 那是天地不人的 对吧 他是比如一个星星或者什么的 他有条件的 他就要占有更多的交配机会 对 从而这个基因的传递的效率就大 直接体现了 但是所以我就说 这个人类是很不平的 人类的文化和文明 他最后他产生了要公平 但是 这个公平和 你讲 没有 但是就是古老的这种 这种这个分配制度 产生的 我不知道是不是叫情感基因 还是叫什么 还是在我们的记忆当中 比如说他们说 嫉妒的产生 就是为什么男的会嫉妒 女的会嫉妒是不一样的 就是说男的会嫉妒 是因为他不知道 他那个 就是那个后代 会不会是他的 所以男的更在意 女的有没有跟别的男的 发生实质的关系 而女的嫉妒呢 是嫉妒情感的 比如说他可能觉得 这个男的 他跟人家情感出轨 比身体出轨更重要 是因为如果情感出轨的话 怎么说 就是说 财产一半就被分掉了 就是说他的占有的 这个男的的资源 这个财产 就会被别人给拿走 所以尽管是 这个一夫一妻制了 但实际上 我们记忆里头那种 是这种 不是一夫一妻制的 这种记忆的基因 还在其中 就顿开这个感悟了 就是说动物是通过 你讲的那个环境 基因演变出来 人类通过一系列 社会制度跟文化习惯的 来做这个调整 多了一道束缚的调整 多了一道 多了一道束缚的调整 而且人类的这个历史是很短的 跟大部分动物比 如果按照这个动物界的 这个逻辑的话 那么我们的很多公平的这个要求 或者文明的这个要求 不公平 怎么说呢 就是人人都有传递DNA的机会 对 这是咱们的价值 对吧 好像表面看起来 似乎这个跟那个DNA的意志 有点不吻合 但是呢 我还看过一种理论 某些社会性的东西 有没有写在DNA里 也就是说所谓啊 你看 往往互相帮助的 这个族群 它在这个集体的意义上 生存的概率 可能会更高 这个是个确定的结论 是对的 就在当年大迁徙的过程中 有血缘关系的家族的存活概率更高 这是有证据的 你看 那违反了这个DNA 它自私 它要活下去 不是啊 因为有血缘关系嘛 所以我只要照顾我这个族群的人 就是延续我的基因嘛 你会明白 母狮子是互相照顾小狮子的 但是公狮子一定会先咬死 上一个公狮子的小狮子 才会使母狮子停止哺乳 重新进入受孕期 生自己的孩子 那蚂蚁呢 蚂蚁是一种 蚂蚁是科隆生殖 是科隆生殖 所以不存在这个问题 蚂蚁是一个社会性的一个物种 因为我您刚刚说这个 我就在想 我们现在很多人喜欢看那种 就是大自然的片子 看动物 就是动物世界的片子 我们看的时候 其实觉得特别好看 特别美嘛 但是加上了很多人类的解释 对了 那是你人类的视角 是不是 因为我们看到的 实际上我在想 它是不是像一个人类世界 有杀戮 有囚偶 有什么 有这个延续 你知道澳大利亚的鸟 是怎么 怎么 快被弄光的吗 被猫 野猫 就实际上 我们看到的这些 这些事实 澳大利亚的野猫 已经到什么程度了 会看到哪个地方着火 这些猫就会 很远很远的地方就跑过去 消防队啊 不是 因为那些鸟就会被烤熟 我以为去救火 我说这也太厉害了 甚至很多猫 趁人之危 对 就趁鸟之危 就开始进行这种屠戮 真的是灭绝式的 在消灭野鸟 那只是没发展到 点火的地度 所以 所以我们 还是不如人类 所以我们要 人类就会点火 对 所以我们要真以为 我们人类世界 跟动物世界一样 我们就会 就认为我们也是 一个无精天尊 我们可能会看到 很多 我们可能会看到很多一些动物界 我们也解释不了的问题 比如说这个鸟类确实有很 严格的一夫一妻的 比如鸟 也会有 也像 鸟鸟 就也还有好多的物种 它有语言 你听不懂 鱼的记忆也绝不是奇妙 鱼的记忆可以很长 有些鱼会知道 谁是主人 还会跟你打招呼 差不多就是这个意思 所以我们今天 动物的很多的理解 应该来讲 就有点像我们对 人类婴儿的理解 它早就会了 它说不出来 你就认为它不知道 就是咱们讲DNA的利益 DNA的利益 是你个人的利益 还是这个种群的利益 比如蜜蜂 对吧 它好像感觉就是什么 只要我的DNA能传进下去 某一个个人的生死 是可以牺牲的 这在某种程度上 也是有利于它这个种群的 我们不叫真利他 这就是这个就叫利他 但这个利他基因是基因决定的 是基因自私性决定的 你看就是这个自私 就是人人为我 我为人人 没办法 是动物性的 是动物性的利他 就是我为了总群的基因而死 我们简单讲 这就是利他行为 这个利他行为 有严格的基因的要素在里面 比如说我们知道 很多的一些真菌 这个过程中呢 你会发现总有些真菌 可以一直往上去扑 后来发现不是 它是一个骗一个 最后最笨的那个被骗上去了 这是基因决定的 黄契光或者这些 它是为了国家 为了民族 这不是基因问题 这是那一刻真正为了他所在的这个人性 这个叫真利他主义 它跟你根本毫无血缘关系 这是人之所以为人的一个很重要的 我们从哲学层面上讲 从科学层面上讲 都应该去提倡的一个东西 真利他 就是崇高吗 倒不能讲崇高吧 之所以人之所以 你自己定义成 你叫灵长 万物的灵长 凭啥呀 这至少是其中一个重要的 这个爱在DNA里吗 那跟繁殖有关 这个有关 爱理论上讲呢 爱是一种非常难以去描述的 一种情感 这个爱 比如说男女之爱 子女之爱 对群体之爱 对人性 人类之爱 是不一样的 对 所以这个爱不是一种 至少我们今天 从基数学的证据 就是从我们的各种分泌的 对荷尔蒙的证据 和从这个脑波的证据 它都不是一种的 你像有一些爱 比如说这种冲动 我相信动物也有 但有一些爱 恐怕只有人有 或者说只有人能被证实 有一些不可证 不可证 所以 这个问题呢 会到了一个 就是像我们刚才聊到的 就您说的那个城市 到什么点上以后 就会出现一个 我们人类意义上有的爱 这个证据 我们也许永远都找不到 因为你没有办法 自己拽着自己的头发 把你拽离地面 等于说这个DNA啊 对于这个意识的产生 我们还弄不太清楚 搞不太清楚 我们现在 还在很努力地 看两个层面的东西 第一个是 我们通过脑电波 通过这些神经元的 这些连接 去拆解它的一个 这只是检测到了一个结果 我们不知道这个结果 和它的成因之间的关系 第二个是 我们在不断地去研究 你这861个神经元的 结构是怎么做的 我做不出来 我就不知道 所以我必须在结构上 先还原你 有点像人类基因组计划 我得先把31个弄出来 我再说 这一个一个基因 怎么回事 如果我这31个基因 都没弄出来 你说这个基因干啥 那个基因干啥 这都是原木求鱼 这都是管中溃爆 所以您刚刚说 爱是还不能从基因角度解释 还有什么是不能从基因角度解释 情感的问题到今天为止 几乎都不能用纯基因解释 那能用激素 激素能看见的可能是一种结果 但激素的这种调控 也极其的精准 举个例子 比如说 很多其实做神经生物学的人 都明白一个事实 就是人正常死亡的条件下 不是横死 正常死亡的条件下 其实它在临死前 大脑会自己把细胞 大脑的细胞 会把你从生理状态 转成了病理状态 释放大量的四胺酸 五腔四胺 多巴胺 内肥胎 或者类似的物质 什么意思 让你觉得很舒服 让你自己麻醉过去 对 所以我很多人说有冰死体验 实际上享受的就是这个过程 有点像我们在高山 比如说爬了珠碰下来以后 出现的短暂的缺氧所引起的致患 这也是你的大脑 为了帮你不痛苦 在危机的时候 死亡是一种程序 死亡是一种程序 它是写在基因里的 细胞凋亡和人类的死亡 是一种程序 在现在的医学的比较用基因这些概念之前 历代的哲学家早就有各种探讨 那一般刚才讲的这个爱和这个恐惧 就是对生命的爱惜都被解释成本能 就是用本能 就是这个本能呢 它就不是因为道德 不是因为教育 不是因为训练 而是一个 它最简单的讲法 本能就是两种 第一种就是繁殖的本能 那繁殖本能 所以就有喜欢小的东西 爱 包括联名等等 它认为 人对自己子女的爱 跟动物对自己小动物的一样 它认为这个不是交出来的 那这个是本能 生物性 就母亲肯定可以为了孩子不要自己的生命 对 这也这肯定是DNA吧 这个问题 其实它是应该是说 既有对后代基因的保护 也有就是利他行为一种保护 这个我觉得还是对的 那也有那不管小孩的肯定也有 其实因为有一个很重要的内容是在于 其实不是所有的孩子都是他亲生 这事就更复杂了 就是说 即使你自己心理上把他认定救着你的孩子 即使你报错了 你也会救他 这个时候我就不能用基因去解释了 这种情况是有的 养母也有为了自己的孩子不要命的 这就是也是有真理他的 还有这个人就是不知道 这个人就是报错了 但是他就认为是自己的孩子 也有为他不要命的 这些在这么多的科学证据当中都遇到过 所以我相信它一定是两种结果的 一个综合的这样的一种行为